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0日凌晨12点半 我们向荣仲推出的是高速衣托衣双操 为什么叫双操呢?就是我们这个杂变剂是用两个操三拨的 还加装了旧片器 那我们怎么要加装这个旧片器呢? 来,给我们杰哥给我们解答一下 现在我们这一款杂双周边器就是为了稳定这个布料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所反映这个问题说布料不会怎么办 那这款呢,周边器 它就靠这个感应器来自动调这个布料 可以稳定,快速上料,快速稳定,快速上手 这里有刻度的 把那个布料装上去以后的话呢 那它就会找准这个刻线 那它自动会在这个位置 对准这个位置 让它的布料就防止左右的一个偏移的了 这个就是旧片器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 看这亮红的呢,就是感应器 它感应到如果它的一个位置有向左向右偏移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调整,对不对? 给展示一下 我会给大家检视一下 现在是按照自动模式 那就可以了 那就把这里 展示一下 这个是微调 这差一点点可以 差到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呢,有多少国语言呢? 英语 看一下我们的语言 对,它这个设置 这语言 你看这有中文 还有中文繁体 英语 德语 韩语 法语 日本语 意大利语 是有很多语言的 所以说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像打片机 为什么要用双超声波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超声波是18K的,对吗? 对 18K的 2600瓦 2600瓦 这个超声波的话 像我们用的是亚超的超声波 是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这个打片机的话呢 正常工作的话呢 是可以正常工作 工作到每分钟300片,对吗? 对 为什么可以工作到300片呢? 看一下这个 因为 现在我们是在旁边 为什么要分开两个超声波来硬花呢? 因为分开两个超声波它更稳定 也焊接起来呢 也是可以把它完全焊住 所以每分钟可以焊到300片每分钟 而且它有两个超声波的话 它就24小时工作 它不会过载,对吗? 对 对 就是分担工作 它不会像以前的那些试滚的打片机 有负载 所以现在是分体的打片机呢 是可以更完美的控制好到稳定性 好 就看一下 那现在哪个是横向的呢? 这个就是横向的超声波 横向的齿磨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纵向的齿磨 那我们的话普通 我们普通的话呢 是横向和柱向齿磨 是共用一个齿磨 所以它只需要用一个超声波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用两个超声波 让它的一个工作更稳定 除了片子的话 会更平整 更容易焊接 这个打片机的话 它单独工作是可以每分钟300片的 而且看到我们这个送料机构呢 也会有一些差别 对吗? 为什么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这是采用是更稳定 为什么要审设这一款呢? 因为这一款呢 它送了料之后 它是靠这个东西稍微微调一下就行了 基本上这个是调好之后呢 无论怎么换布料 它也不用再扭这个的 再调这个插痕 因为它是控制中间的三条插痕的嘛 它就靠这个扭头 稍微扭一下就行了 微调 因为就看到这个配置的话 看这个中间的间距是足够宽的 那这个轨道呢 就是说它这个布料会沿着这三个轨道 这样的一个折痕去走 它不会说跑偏 那原来的那个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单独的 这里单独的 那中间的话是没有联系的 没有这个金属装置的 那现在有的话就会 我们的布料会沿着这个轨迹 一直很顺利的往这边 它不会防止那个口罩会的那个包边位会偏移啊 对吧 对对对 现在呢还有个 我们三个 三个布料 上面都是带电动刹车的 为什么要装电动刹车呢? 因为它能更精准更稳定 所以把布料刹车调更好 你看到没有 现在是上面可以调刹车 百分之几 百分之九 这刹车列 这个 那这个轴呢? 这个轴呢 这个轴呢 我们是优先选择这个叫气胀轴 一打气它就膨胀起来 一按下这里它就放弃了 我先为了示范一下 我先为了示范一下 原来可以放松了 啊 对 所以这个也叫膨胀轴 对 也叫张力轴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 这就是放布料 它一个是比较容易放布料 第二个的话就是 它的一个就不会松动是吗 对对对对 更稳定 它不会布料往外走 往内走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它是靠着那个气压把它那个轴 膨胀起来的 对对对 好 那现在是到了我们这个 汉耳机的部分 那作为 呃 平面口罩机的话 一个精华就在这个汉耳机的部分 对吧 嗯 这是九个四伏六个部件 九四伏六部件 那我们采用的是九个性节四伏电机 对吧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电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四伏性节的四伏电机 呃 六个布巾电机 一二三四五六 那现在我们采用布缸 呃 气缸部分的话呢 只有这个夹子 大家看到一下就是左右两边的话 有四个夹子 夹耳线的 对吧 这个是平仪的夹子 这个是旋转的气夹 对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用气量是很小的 对吧 现在是 我们为什么全部改了能用电机呢 就是用电机呢 因为为了防止很多工厂 它的气压不稳定 导致机器没办法正常运作 我们现在改了只有这个拉野线 跟这个这个夹线这些气缸 它用气量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的 我们现在气压都是0.4到0.5 气压都可以承受起来 OK 那看到我们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呃 耳大焊接机的话呢 结构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吧 跟市场上10个伺服电机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我有看到的话呢 这两边是连接在一起 耳大焊接一块 你看看没有 这有一个金属的对吧 支架 把这样子连动起来 是连动管啊 我们是为什么叫连动管啊 是每个部位都是连动起来 不会走错 也更稳定 不会出错其他的问题啊 撞击啊 还有哪些焊不稳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叫连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四个杆 四个杆是靠这个电机 这个偏心轮 偏心轮偏心这边下来呢 四个杆下来 然后空气上面这一部分 这个焊枪的 这个是叫主架 焊枪 把焊枪偏心轮一走 焊枪就下来了 所以叫连动更稳定 然后呢 现在看第二部分连动了 第二部分连动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也是有个偏心轮一样的 然后连动上面这个杆 然后空气四个电机的杂子 四个电机这边也有 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 它控制它整体上来 曲线 不会发生说 左边快的 右边慢的 这个曲线 这个问题出现 它是同步了 所以叫联动 对 而且我有观察到的话 大家看一下就是 焊柱的话 这块的话 两个焊柱之间 也是用一个整个联动的 对吗 对对对对 你不像原来就是一个焊柱 直接就立下来了 对对对 是联动的 它就是从上到下 整个机构 整个机构 从左到右 整个机构都是联动的 它就不会出现 对对对对 因为四个焊柱 它是靠上面这个电机 联动起来的 对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速度 能跑这么快 这一款的话 双超超胜过一拖一的话 在旧天气 我们可以稳定去到 160到180是吗 每分钟 每分钟 所以是非常稳定的 对吧 对 而且大家有看到 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螺丝 这个有红色的点点 为什么搞红色的点点呢 因为我们每台机器调好了 验收的时候 要标准 每颗螺丝要检查个标个点 看到 上面每个螺丝都是有标个点的 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有松动 方便客人回去可以检查哪里出的问题 我们也出厂的时候也每一步都会检查的 你看到没有 出厂的时候每一步都会打这个记号笔 然后再出厂 做的事都是标准 所以说的话 我们的话就说我们的机器整个是很标准化的生产对吧 对对对 那有看到这个盘片的话 像我们也有 就是说 看我们这个压下压下来 这个片子也是堆得非常的 口罩也是堆得非常的一个整齐 你看四个点 我们都是焊得很整齐的 四个点 都是极的 随便拿一个都是 线都是极的 这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机构是联动机构对吧 如果是单独的话 就不可能这么标准 可能就会左右偏移 它这一个焊点的话 没办法保障 OK 我们戴一下我们口罩的效果好吗 可以看一下 嗯 确实感觉不错 它包裹性都是很完美的 看到没有 对 非常的服贴 它的密封性很好 上面都是补贴性 都是齿磨做得好的话 它就包边就做得好 对 那看一下我们 你看这个是我们二楼的一个 尔袋焊接机的一个组装的一个车间 我们公司的话是 呃 全公司的话是有两百多号人 那我们这边是二楼的一个组装车间 我们有三百多台的一个工程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货 那我们一楼是整台机的一个调试车间 还有那个机加工的车间 我们的机加工的话都是 很多是由我们自己的精密的机器去加工的 所以我们能保证我们机器的一个性能稳定 还有我们胶气是非常准时的 那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我们的 这就是 呃 这就是我们的电器组装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KF94的这个控制电商的一个组装 组装车间 那现在呃已经下班了 呃 那 吴 吴 zt 相 我们 演 Pi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